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有關網路用Google發音的部分 那我們一樣是選S2A模擬不使用Arduino 然後在檔案的部分一樣選擇本地跟網路 因為我們今天會用到網路 那請按連線 那在S2裡面你可以看到它跟網路發音有關係的在這幾個地方 那其中我們今天要介紹兩個機目 一個是文字轉中文的語音 一個是文字轉英文的語音 那所以只要你的你是Windows7以上 然後有連上網路就可以使用這兩個機目 那這裡面的文字呢是可以任意填寫的 任意填寫的 我先直接點兩下 文字 系統會自動發出聲音 文字 好,那這是英文跟數字的部分 Word 所以因此我們 比如說我把這一串貼上去我們看看 你看 網路Google語音辨識 系統需要DW6IN10以上 好,所以在中文這一個地方呢 如果是常用的英文單字 它會直接念 那個英文單字的發音 那如果非常用的英文單字 它會用英文字母 好,跟數字 直接把那個字母念出來 好,那如果貼在這邊的話 就是英文喔 找一段英文的網站 好,英文 OK 好,也是齁 一樣直接點兩下就可以運作 好,那這個就是有關網路語音發音的部分 有關